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角色 非常令人钦佩 他手持青龙眼月刀 几下就能斩杀敌人 虽然他在三国时期并非武力最强的人 但绝对是排名靠前的存在 享有圣域 地位显赫 且实力超群 然而 这样一个实力超强的人 却未能生存到最后 失去了荆州 最终溃败 并被杀害 令人感到惋惜 然而 作为三国时期的智者之一 诸葛亮老谋深算 他深知蜀汉各位名将的性格 也能预见到关羽这种自负之人 必然会遇到麻烦 尽管如此 他还是派遣关羽去守卫荆州 这背后究竟有何原因呢 当刘备三次前来拜访诸葛亮时 诸葛亮毫不犹豫地向他呈上了龙中队 航统在征讨西川的过程中 不幸身先死命 这使驻守在荆州的诸葛亮不得不离开 前去协助刘备 而荆州一直以来都易主频繁 防守困难 稍有不慎就会遭受攻击 所以选择合适的人留守荆州非常重要 荆州不仅是通往荆益地区的跳板 也是北伐网络的前哨基地 因此 诸葛亮建议刘备派遣关羽 率领荆州军队前往网络 首先 让我们来分析关羽的地位和能力 作为刘备阵营中军事能力最强的将领 关羽被誉为雄虎之将 万人之敌 他的军事才能卓越非凡 广受众人认可 有些人甚至评价说 属小国中 没有关羽是名将 早在刘备起兵之初 关羽就跟随他并担任将领 历经百战 刘备赖以崛起的大军 是以兵州骑兵为基础 而在这支骑兵部队中 关羽独当一面 居于领导地位 在白马之战中 关羽独自一人冲入袁绍军阵 斩杀了敌方主将颜良 关羽不仅具备强大的个人战斗力 还拥有指挥大军作战的才能 他在赤壁之战和湘凡之战中 展现了出色的表现 充分展示了他的能力 在湘凡之战中 关羽率领三万多的士兵包围了湘凡 并消灭了于晋 庞德所率领的三万大军 这一战果让关羽威震整个华夏 甚至曹操都考虑迁都来躲避他的锋芒 关羽不仅拥有超凡的武艺 还擅长骑兵战斗 并且具备指挥陆战和水战的才能 因此 让关羽镇守此地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此外 诸葛亮之所以选拔关羽 是因为他动心了关羽心中 对曹操的感激之情 当初在曹操军营中 曹操赏关羽 封他为侯爵 赐予丰厚财物 并赠送了名马赤兔 然而 关羽却只用斩杀炎梁和文丑这两位大将来回报曹操的恩德 如今 关羽再次面对曹操 面对昔日恩人 他根本舍不得对其出手 诸葛亮正是了解关羽这个重情义之人 希望他能归还曹操的恩情 这样在未来的战场上 关羽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实力 而不至于因为一份情义而丧命 因此 他便安排关羽镇守华荣道 并刻意放走了曹操 如果当初不释放曹操 诸葛亮在夺取天下的计划将面临干扰 并可能吸引比曹操更强大的势力 一旦曹操去世 西凉铁骑将会进军中原 这些战马比中原军队更为强大 对抗起来将更加困难 而且 这也会扰乱诸葛亮在龙中制定的计划 他计划占领荆州和夷州 然而 一旦西凉铁骑抵达中原 将会占据荆州 考虑到刘备的军队无法击败西凉铁骑 这就意味着 诸葛亮的策略无法继续执行下去 但是 如果释放曹操回北方 就可以压制住西凉铁骑 减轻刘备在战斗中的压力 因此 曹操在这个局势中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并且即使有意除掉他 也不是现在的时机 这表明 诸葛亮的战略是相互关联的 尽管关羽有些自负 导致在那几年惹恼了不少人 诸葛亮对关羽的了解 让他希望关羽能守住位置 但没想到 关羽会选择冒险行动 在出行时 诸葛亮非常担心 并且建议关羽与孙吴 保持和平 全力对付曹魏 然而 关羽将注意力放在 荆州的首印之上 根本没有听进去 虽然已经提醒了 他所有该注意的事情 但谁能预料到 关羽会主动发起进攻 攻击曹人的部队呢 而且当关羽被围困时 也没有人前去救援 无奈之下 这种过于自负的性格 导致关羽的人员也不太好 关羽被派去 而不是赵云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 赵云曾经表现出过 很高的个人能力 比如 他一人救出阿斗 七进七出于曹营 还有他参与 火烧勃望坡等经历 然而 赵云更适合执行任务 也就是说 你让他杀敌 他就会杀 他可以非常完美地 完成交给他的任务 但是 对于统领军队打仗来说 他缺乏系统思考能力 只会凭借 勇武拼一时之勇 此外 他缺乏自主性和策略思维 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 也有些稚嫩 在刘备麾下 赵云长时间只担任将 而不是帅 因此 从刘备的立场来看 赵云的考虑并不在他的范围之内 赵云在用兵方面的风格 主要注重稳定 即使不考虑地位 赵云应该能够短暂地守住荆州 因为他只需按照诸葛亮的指示形式 以服从为主要目标 只要诸葛亮没有给出错误的指导 赵云就不会发生丢失荆州的情况 关羽的光辉历史在此刻羡慕 我心中对他的遗憾无尽 觉得他本不应如此可惜地离世 他应该英勇战死沙场 而不是黯然失落地丧失了荆州 并被围困 然而 仔细一想 关羽过于自信的个性 也为他未来的悲惨结局 埋下了伏笔 所有的一切都有迹可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